台中文心部新加盟 牆壁全在 不在 牆壁全一字 房仲業舉辦大型活動 在餐廳裡千人抽獎 台中一名年輕房仲 中投獎30萬元 但他不在現場 仍在公司值班 外加搶周杰倫演唱會門票 沒想到就此和30萬元擦肩而過 所以就是好噢 有買醉嗎或什麼的 原來可能當年晚上吃個下飯 這個很可惜 很可惜 超可惜 不只30萬元飛了 這名房仲也沒搶到 周杰倫演唱會門票 兩頭空最後什麼也沒有 搶票網頁停在轉圈圈畫面 讓人大探可惜 和搶到票的人 歡聲雷動相比 心情實在大不同 天望周杰倫睽違七年 又在台灣開演唱會 引起搶票封城 真的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而警方抓黃牛 也抓得勤勞 台北警方三天抓了62人 轟台票價 還發現一個5000人的黃牛群組 黃牛彼此打Pass 直呼萬安演習來了 提醒同行小心被抓 台中則有5名工程師做搶票程式 狂掃48張票 海撈33萬元備逮送辦 看來天王周杰倫魅力難擋 演唱會各種搶票插曲也成為話題 記者 楊生網站 台北 台中 採訪報導 視頻時被狂掃